速有九省通渠之称的武汉自2011年提出复兴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之后 城建攻坚逐渐就成为了冲刺这一目标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根据计划到2016年共投入4217.66亿元 在2016年建成中部第一国内一流的城建基础设施 主要的指标是要赶超现在的广州 然而在复兴大武汉的口号上街的同时 武汉也和诸多城建大跃进中的中西部城市一样 进入到了城建的镇痛期 网络上近两年广传的段子 欢迎在下雨时到武汉看海 成为了大家争议的热点 在这个全面建设城镇化 GDP保增长的大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的只是错误的政机关指导下的拆旧践新 虽然带来了逊利的GDP的增长数据 但是这样的数据增加实质性 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以及经济价值 相反的不正常的拆建 本身浪费了巨大的财富和资源 除了能够带来漂亮的政绩以外 加快楼市泡沫的膨胀以外 对社会的经济是毫无益处的 如ur柱 耀 感谢观看